这种急心回应的方式呢 有的时候可以非常鲜活的 把我们一些信仰当中的 此时此刻的处境给聊出来 有种新鲜热辣的感觉对吧 这个热气腾腾的味道 更贴近这个教务现场当中 每一个真实的处境 更容易把信仰当中的那个活力 那个美感给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特别的感恩 我们邀请郭沐云牧师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 因为临近春节呢 这个话题可以显得 也是特别的合适对不对 无论如何我们都处在一种 文化处境当中 无论我们怎么 总是会在文化处境当中 遇见各样的挣扎 各样的征战 所以呢我想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应该有一些的思考和梳理 因为如果我们明明在 各样的挣扎和征战当中 但是却意识不到这个增长和征战的话 就容易随波逐流对不对 就容易随流失去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请恩约各政教会的 李茂黎牧师为我们这一个的 对谈做一个祷告 我们请李茂黎牧师 好 请你们平安 我们来祷告 满有自卑怜悯的主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给我们透过网络 也有线下 在主你面前有这种聚集 并且给我们有这种思考 这是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 我相信主 你在普遍恩典和在普遍启示当中 以显明你的荣耀 正像凯伯尔所说 这世界每一寸土地 基督都说是属于我的 今天我也信 中国也属于基督 中国的文化的普遍的恩典当中 也保长上帝那丰丰满满的恩典 愿一切的荣耀送赞和感谢都归给你 主知道今天中国文化的陆席 但相信那一位从天降到地上的基督 借着那大能的福音 也能够更新改变提升中国的文化 恳求你借着今天晚上这种访谈 愿主你也是弟兄姐妹 在这样一个话题当中 有更好的认识 下面的时间 恭敬向你交托仰望 也保守线路的昌通 愿荣耀归给主 愿平安归给你所喜悦的人 随听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 我请郭牧云牧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好 弟兄姊妹 平安 很高兴跟曹传道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谈福音和文化的问题 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被上帝带领 OK 好 对 我想我还是需要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郭牧师 对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对吧 但是呢 我还是想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 首先呢 其实郭牧云牧师不姓郭对吧 对 他其实姓张 如果你们比较关注网络信息的话呢 有一个叫郭牧云的半导体的 就是他的公众号 对 并且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其实郭牧师是显得少年老成 其实他年纪并不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70后的尾巴还是80后的开头 对不对 对 我是非常的感谢主 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聊天 那我记得在这个17年的春天 那当时我邀请他来成都 其实也不是我邀请 其实是我代表王牧邀请 我们一起在那里有一个服侍 服侍华西大学生的团契 那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 其实因为开始之前呢 我是先邀请他到我们教会讲道 很有意思 我觉得第一次听他讲道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弟兄 特别有意思的传道 我到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其实在迎会开始之前呢 我们俩有一次聊天 说实话 其实当时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 只不过呢 当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我有点矜持 不太好意思表达得太热情 对 那天下午 我们天南海北的砍了一阵子 这个沐云兄那天 坦白来讲 我觉得这个睿智而不失果敢的 话语 锋芒又不失雅亮的气度 当时就觉得 他是那种可以带着我们一起玩的好兄长 其实这个话当时没好意思表达 算是遗憾对吧 今晚算是有机会这个说出来 感谢主呢 一会呢 我会找一些话题 我也会问一些问题 来请沐云兄来回答 那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聊天 然后呢 当然快结束的时候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时间 会开放给大家时间来问问题 所以呢 大家可以齐田 把你们想问的问题写下来 在开放问题环节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把问题发到对方靠里 或者是把问题用打开音频的方式当场来问 我们这次聊天的话题是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 但是呢 我觉得无论是基督信仰还是中国文化呢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非常大的概念 都需要提前来界定 所以呢 我会先请郭沐云牧师来简单的聊一聊 就在你看来呢 什么是基督教信仰 或者说基督教信仰有哪些的要素 那同样的 但你看来 中国文化的特质 有哪些 这是一个简单的梳理 也是我们后续聊其他问题的前世 我请沐云兄来有些的思考 有些回应 对 好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福音和文化 实际上福音和文化当然是有关系 如果在今天它居然成为一个问题 就是似乎想表达福音和文化和文化使命 没有关系 或者不应该有关系 那这个问题才是一个 可以说制造出来的问题 本来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对我来说 什么是基督信仰 那这个表达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吧 就是我可以说用 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 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 大在敬虔之傲 无不以为然也 必显于行区 争于心灵 陷于天使 宣于列邦 信于天下 柴于光荣焉 我读的这个是文理本了 这不是和合本 这是文理本的圣经 但是这个意思也完全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对基督信仰的基本表达 因为这是一首早期教会的赞美诗 在这首诗当中还表达了基本的信条 就是这敬虔的奥秘 这真实的宗教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 然后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见证 被传于外邦 然后被天下幸福 最后他能够到达荣耀中 你可以看到 短短的这六句很对账的话 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了基督信仰的 是不是基本的要素 而他又是一种很文化的方式表达的 因为他是一个赞美诗 当他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和合本和文理本 都有他各自的美感 但是都有一个很强烈的对障 和有一个诗性在里面 这本身就是文化 甚至当我读这样的文理本的时候 对于一些有一定的国学素养的弟兄姊妹来说 他可能感觉到会更加的打动他 因为这是在用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 表达的原汁原味的基督信仰的要素 那所以说这个福音和文化的关系 我相信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来澄清他本身 这件事就有点遗憾 就说明这事真的是一个没文化的时代 也是一个没有福音的时代 我先说这么多 还是说还有别的一些主题 好的 非常有意思 对不对 这个本来其实是一个 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但是在现在成为一个问题 它本身就表明 现代的文化 或者说这个时代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居然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来一起思考 思考什么呢 就是福音与文化的关系 那我先论述一个历史的渊源 那在历史的维度上来讲呢 在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叫特土良 他曾有一种决绝的态度 说呢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 那你知道众所周知呢 其实雅典代表的其实是希腊文化 或者希腊哲学 希腊文明 对吧 对 耶路撒冷呢 其实代表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体系 对吧 那那我觉得呢 这个其实就是他对基督教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给出的一种他的思考和他的回应 那简单来说呢 他的思考呢 就是他其实是否定了使用希腊哲学来阐述基督教的信仰 那么在他那里呢 其实信仰跟文化之间的关系就 就是一种封闭的 或者是一种割裂的 是一种好像是断裂的 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其实后来的奥古斯丁 包括安波罗修 包括耶路米 他们呢 其实包括甚至包括改教家们 他们都会认为说 好像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这个态度 那当然你知道历史的钟摆总是这种左摇右晃的 对吧 那所以我的问题是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是 我们一个一个的聊好吧 其实是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的聊 第一个呢 我想请郭墨云牧师来回应 你觉得在你看来 雅典跟耶路撒冷到底有没有相干 或者说基督教的文化 基督教信仰跟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福音和文化的关系呢 无法撕裂 也不该撕裂 也其实撕裂不了 因为福音它是要在文化中来表达的 就像说你现在跟我谈语法 但是你不去研究任何的一种语言 你没有语言的语法 这是什么东西呢 你不在任何一种文化载体当中的福音 你是在用什么方式表达呢 对吧 所以文化这个概念 当然需要是预先定义 我们不能把文化就一下子直接等同于 异教崇拜 等同于偶像崇拜 等同于异教 等同于一些个别的邪恶的东西 文化的意思 就无非是说人类彼此之间 共同形成的语言 风俗 制度 结构 这样的一些普遍的常识 普遍的启示 普遍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你说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 我不管他有什么相干 你讲这句话的这个人 你肯定是在用希腊语或者拉丁文讲的 那你说有什么相干 对吧 所以很多的时候 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 很多的时候是在自己 可能有点骑在树枝子上 在聚那个树枝 你聚下来的那一刻 你也就坠落了 所以你说文化 几个层面 基督教的文化 你是不是可以去使用 福音是不是可以使用 异教文化中的某些元素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 它的语言 它的典故 对吧 它的形象 它的某一种的默契的成语 是吧 故事 这些东西 这个你为什么不用呢 保罗他自己也就讲 你们当中的诗人也讲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所以他对希腊的这种诗人 他是很了解的 对吧 他可以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如果非常惧怕文化的弟兄姊妹 你要闷心自问 想一想 你如此的反感文化 是因为你不了解文化 还是你非常了解那个文化 然后说我反感到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说这个福音和文化 是无法割裂的 就像说 比如说以前我也教一点逻辑学 有些人说基督徒 你搞什么逻辑学 应该单单去信主 而不应该搞逻辑 那你知不知道 当你这样的跟我讨论的时候 你正在用你的逻辑 想要来证明 你比我的逻辑要强 那也就是说 我们讨论的过程 本身都在逻辑团成内 这就是你跟文化 是无法撕裂的 无法割裂的 文化当中有许多的 一种普遍启示的内容 至于必定要被圣经 被信仰 被福音更新 甚至要是摒弃调的那些东西 那我们都清楚 旧约当中大量的例子 神明记里边 三零五神强调的 在今天看起来 有点怪异的做法 什么母羊羔的奶 不要煮羊羔这种事情 多数都是对那种 异教的崇拜 对于那种偶像崇拜 文化中的一些显著特征 予以摒弃 不可以沾那个边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分得清的 哪些是埃及的金银 哪些是埃及的金牛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强行混淆 悲蠢即坏 完全分不清 也是无知而可怜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在 这种传福音的过程 仔细分辨 小心使用 你放弃这个阵地 逃避了文化征战 文化使命 那你就是将这个阵地拱手相让 让给各样的异教 他们去掌控而已 这就是我首先要开宗明义表达的 好 谢谢郭牧师 对 这个很有意思 对不对 坐在树枝字上 据树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因为你当你其实拒绝文化的时候 其实当然我承认很多的 可能教会内的弟兄姊妹 他想表达的是拒绝异教的 不敬钱的文化 但是不能在倒洗澡水的时候 把孩子给倒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天中国很多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对文化的思考是 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呢 把孩子给倒了 并且是把孩子给倒了 那个洗澡水都还没倒出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你其实只是把孩子给倒了 但是污水还存在 存在自己里面 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状况 对吧 对 那所以呢 跟这个有关系的是 我想请郭牧师也继续聊一聊 就如果那前提是我们认为说 基督信仰跟文化之间有关系 对不对 那既然其实是有关的 语言文字典故 或者说我们的整个的声音的交流 各个方面 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觉得不相干 为什么总会有人觉得说 基督信仰跟文化 好像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东西 那我想请郭牧师特别来 根据你的思考和梳理来分享一下说 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原因和理由来 影响了人们产生这个的观点 在耶稣吩咐十二使徒去建立教会 广传福音的时候 那个时候保罗还没信主 后来保罗被拣选 作为外邦人的使徒 这个是当然上帝的命定和恩赐 即便保罗什么都不是 没有任何背景 上帝也可以让他做成 但很明显 保罗自己的出身与背景 非常希腊化 对吗 他又是罗马的公民 看起来他又受教在加玛利的文下 保读律法 那又保读希腊的哲学诗书 那他的确是比起 彼得雅各约翰来说 是更好的一个 向外邦宣教的人选 起码你跑到外邦的地方 你得讲当地的语言吧 那就是世界性的语言 希腊语吧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问题 而在当时来说 你像很明显 使徒彼得似乎是不懂希腊文的 他的这个新约的书卷 一般都认为是他的助手 马可拉谁帮助他写的 那么保罗和彼得就有冲突吗 实际上来说的这种福音和文化 有什么区分 有点类似于是说 今天讲基要派和什么文化使命派 有什么冲突 但是彼得和保罗没有冲突 虽然保罗是说过一些 什么装甲这类的事情 但你看到了彼得在自己的书信中说 我们的兄弟保罗 他的书上有许多难解的话 你们不可乱解 像解决的经书一样 他如此的去看重这位弟兄 被上帝使用的方式 说他是一个有难解的东西 难解的东西 也许对一些人来说 卡住你的仅仅就是文化的元素 它有奥秘的成分 让你难解 但也有一些难解 仅仅就因为你不了解 他所引用的那东西 他所使用的那种载体和语言 因此在今天也是一样的 在今天也是一样的 你蛮有情怀 我完全不需要了解中国文化 我就要来中国宣教 你是个爱尔兰的 你是苏格兰的或者怎样 我也不用学中文 我就是跑到这里一腔热血 就是每天祷告 然后用英文把圣经传出去 你先学我的英文 再跟我来信主 你这个法可不可以呢 或许可以 但这绝不是历史上显明的宣教士的做法 事实上所有的宣教士呢 都是来到这里要融入当地的文化 但是他们很留意 福音的核心要素绝不更改 但是一些个外在的东西是可以商榷的 是甚至应该改变的 所以最近我也看到一本小说 看到一本小说 是咱们主内的一个姊妹 她写的还没有出版 她就是在写一个宣教士 这么一个团队 怎么在东北传福音的 整个东北的历史串联起来 写得非常的好 我自己看了以后 非常的感动 也是非常的赞赏 这个真的是上帝给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祝福 能够用小说这种载体 虚信体 虚构类的 确实真实事件 因为里边引用了 我看她的文献 五六十本书 都是从这种历史上的那些宣教士的传记 各种资料找到的真实事件 它是用虚拟的这种名字和一些代号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方面的做法 你用一个小说这样的方式 你让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一段的历史 了解到这些当时他们怎么做的 经历过什么 这个本身就让中国的小说 那么多的肮脏污秽 那些玄幻 那些个什么霸道总裁那一类的东西里 出现了一股清流 是吧 出现了一点 是也有基督徒的声音在里面 这样的一个做法 它当然是非常好的呀 它是应该做的 因此我总结出来和我的观察是 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此的恐惧文化 文化使命或者文化的一些意象 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自己不了解 他不了解 对吧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不懂文学 我从来从小到大 除了教材 没有看过别的书 对吧 我也反感激动作看电影 因为我看不懂电影 我总是不了解里边这一句台词的深意 是怎么跟前前后后的角色有关系 对吧 我很讨厌莎士比亚 讨厌托尔斯泰 我觉得里边居然可以提到 那么多一些个异教的形象 一些这个东西太糟糕了 我很讨厌这些所谓的名著 这都不是里边直接的谈论耶稣 那是因为你不懂 哪怕你像当年的鲁迅一样 鲁迅痛批国学 是吧 但他本身是国学大师 是不是 他自己对这个中国的古代的这些文化 这些语言文学历史研究 非常的透彻 做了很多专业的研究 然后他从其消极的误会的意义上 他说中国的这个文化要不去否定 如果你是这样 你是一个真正的了解某一种文化 然后你确实知道它不行 我应该去特别的小心它 那我绝对要跟你细致的沟通 我很赞同你的做法 事实上我对中国文化也是这个态度 我说我要用中国文化 但中国文化就其整体来说 不算是一种最好的对福音的载体 虽然你还是需要这样去做 但这个文化 比起别的文化 可能需要更多的洗涤 更新 甚至于是重塑 这是我能表达的 不是一个很极端的左或者右的概念 很多这种简单的问题 你需要用很复杂的回答 所以我看到弟兄姊妹 就是还没有听 就先在这打字 先在这要说话 说的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 这本身就代表你 你没有受过基本的文化训练 你还没有学会听人家讲话 你就要来表达你的意见 你还没有清楚地界定那个词语 和留意人的观点 你就开始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你都甚至不知道人家讲什么观点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是在促使我们要去做教育 做更多的一种培养灵修 或者是一种普及的工作 科普的工作 让更多的弟兄姊妹 真的在这个问题上 知道一个基本的要点 并且能够活出来 好 我就先说到这 是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吧 其实呢 在我看来呢 很多反对文化使命的人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文化 对不对 而我的意思是 其实有文化的方式反对 就是说你梳理清楚了 你真正了解了 你明白了他背后的一切之后 有理有据的去提出你的思考和反对 是一回事 什么都不了解 然后仅仅是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既不诚实 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那所以呢 其实 换句话说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不相干 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主要是因为我们对此了解的太少 对不对 好 那我想 接着这个问题往下一个问题 抱歉沛言 因为这个字幕号已经达到人数上限了 有没有可能转播一下 就别人都进不来 OK 好 没关系 好 对 我想我们再谈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如果福音与文化 信仰与文化之间有关系的话 那么还是这个问题 其实即使有关系 我们也需要来梳理 它到底是如何来相干的 就是说 它如何来相干 其实是 耶路撒冷与雅典 如何来相干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细腻的一个话题的活 那我也可以请郭牧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也可以顺便提一提 关于文化使命的理解 我知道对于这一个文化使命的理解 总会有不同的派别 对吧 不同的人对这一个有不同的理解 我可以请郭牧师回应一下 福音和任何一种文化 这里不特指中国文化 和任何一种文化 都是一定要有一个 用你的这种不变的核心 然后呢 去加上它的那个外壳 这一份工作 就像你的很多操作系统 你用过苹果的系统 你用过Windows系统 它是不是都有一个中文版 意大利文版 什么法文版 什么日文版 对吧 那个核心是这个东西 它的界面未必一样 文化就是这个层面的东西 所以福音接触任何一种文化 当然我们还是以中国文化为例 接触任何一种文化 你一定是要有三部曲的 接触 转化 最后成圣 是不是 分别为圣 让它可以被主所用 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精细的 微妙的 艰巨的 困难的 但是也很有意义的工作 而且也必须说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呼召 和能力去做的 甚至没有这个机会去做 对吧 所以你用福音和文化的 这种接触来说 这是必须的 你想不接触也不可能 他一定要接触的 你去跟人家讲说 耶稣拯救人类 这个时候你说 那么救人这件事 你要跟你背传福音的 这个人探讨的吧 他完全不了解圣经的 那你会跟他讲 救 拯救是什么 中国人的概念当中 拯救 对啊 耶稣非常好 耶稣救人一命 圣道七级福祖 弄得你很尴尬 对不对 那你该怎么回应这个说法 你说我们说的救赎 跟那个有关 又不完全相关 我们讲究一种买赎 是一种付代价 是一种什么什么 你会这样的讲问题 你本身就有一个文化的切磋 让他明白 你在中国的文化中讲 这是神的羔羊 为你牺牲 还不错 我们的文化中 有这种预备 太庙当中 是吧 太牢少牢 这种牺牲 它本身就是一个羊 和牛被宰杀 献祭 还有 那你跑到艾斯基某人那边 要是跟他讲福音 你说神的羔羊 为你死了 什么是羊 我这辈子没有见过羊 那你在这个对他讲的福音 就不要更改吗 你先学会什么叫羊 难道你不可以讲 就好像是一个 一头海报吗 因为他了解海报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核心并没有变 对不对 所以你是需要来了解一种文化 它是如何去承载神圣的内容的 很多的尴尬 就在于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文化 有时候就是格格不入 你缺乏一些对应相 你比方希腊文 它会有各样的这种格 有各样的态 是吧 有性 然后呢 有主动 有被动 有中性 它的一个词写出来 你就本身已经是 蕴含的意味无穷 可是你用中文来表达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背景训练 你就会误会 所以说中文怎么能够用来去传载神的道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是从以前就开始 以后还会继续要来不断面对的一个问题 你要把那些真正的好的经典 大公教会传统当中的神学 各种的文化的 甚至于文学的历史的 你要能够做一种像类似于翻译的工作 落地的工作 先把这一步能够做到 先接了地气 这个是才对大家的祝福 你退一万步说 如果没有和合本圣经 中国教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大家都学武家大吗 那天主教的策略 不是已经被新教证明是完全的一个失败吗 为什么新教的宣教是跑到各地 都要用当地民族的文字 来去重新翻译圣经的 这就是一个无比辉煌和伟大的文化使命当中的战役和战争 而且来到达胜利 对吧 是 对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对吧 换句话说 郭牧师在跟我们书里的很多东西是一个常识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说这些常识性的东西 好像很多时候被很多人无视掉 人们一旦无视掉这些常识的东西 就开始显得自己比较高大上了 他是觉得说我是因为属灵 我是因为爱圣经 我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抵挡文化 但是呢 在达到那个上限之前 先把一些常识的东西梳理清楚 再说你属不属灵 爱不爱圣经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很多时候会闹笑话 对吧 不然的话 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基本的常识 而反复的跌倒 而在那个坑里爬不起来 这个反而是多少痛苦冤枉受 对不对 我觉得郭牧师这一点分享非常有见解 对 我觉得其实呢 在某个角度来讲 有点描述了我们中国教会的90%的教会的状况 和90%的信徒的状况 就有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仅仅是因为无知 而导致的 我们人为的在我于圣经 我于福音之间放了太多的石头 放了太多自己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那郭牧师也可以再稍微再谈一点 你觉得到底在这个场景之下 或者在这样一种现状之下呢 因为我总是会遇见太多的人对于文化使命 对福音文化嗤之以鼻 那你在你看来 我们应该如何 这个基督信仰如何的窃入中国文化 刚才你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些糟粕的东西 对吧 那或者说人们其实被这个文化影响 但自己不知道被这个文化影响 而反对福音的东西 那我们如何窃入进去帮助它 你可以稍微谈一点这个 对 首先还是再重复 就是中国文化现在的处在一个 又可以讲是最好的时代 但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怎么讲呢 它是个最坏的时代的意思是 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化 传统的文化 你别管它好还是坏 实际上已经丧失殆尽了 并没有什么人真正是在捍卫中国文化 你所说的中国文化 是比较这60年来形成的一种诡异的 红色文化 战狼文化 和一种世俗文化的一个缝合怪 这就叫所谓的中国文化 就如同现在的小年轻00后 觉得听过两首 周杰伦什么 什么谁的一个中国风的歌曲 他就认为他了解到中国文化了 就是如同这样的一样 非常的诡异搞笑 所以这是个最坏的时代 以至于今天的人连基本的尊重 基本的知书达理 基本的礼貌和常识都没有 对吧 你可以上来就对别人指手画脚 品头论足 不先说自己的问题 不知道这个长幼有序 先后尊卑 这就是 离崩越坏就是今天的最好的形容 对吗 这就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是这个意思 但它为什么又是最好的时代呢 因为中国文化那点东西 已经丧失殆尽了 反倒现在大家知道 在日本可能保留的非常好 你中国人想研究 或者说最好的三国制的游戏 三国演绎的一些漫画东西 你要去日本人那里看的 人家比你研究的好得多 你现在影视剧很多 你画那个形象 你是日本的游戏公司给你画出来 对不对 人家非常的熟悉 日本对中国文化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文化 保留的比较好 混合上他的神道教 和他的自己的一些东西 反倒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营垒 直到今天是世界上 很难被福音攻进去的营垒之一 相对而言 中国反正一片废墟 什么都没有 只需要来把垃圾除掉 重建一个文化 所以我想说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那只要更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承认自己都无知 包括我 我也无知 我对国学文化也没有那么了解 对吧 也不是那么的精通 虽然我也不认为 真的有必要精通到那种程度 但是现在也是一个 要重建的时候 你最低限度 你总还是要用汉语讲话 你是不是基本的 一个普通话的学会 你是不是一个 最常见的一些常识 你得了解 你得跟中国人讲话 你时刻在了解 他关注什么 从他所关注的那些点 切入进去 来进入到一个场景当中 成为一个福音的场景 就像耶稣跟那撒玛利亚 妇人就在那谈道说 哎 妇人给我水喝 就谈到了这个水 然后谈到了文化问题 一个犹太男人 为什么跟我一个女人讲话 撒玛利亚女人讲话 然后耶稣说 你们撒玛利亚 就是基利新山 或者是雅各的这个景 我们犹太人耶路撒冷 他跟你讲到这些 然后就承认到你的家庭问题 最后福音是这样介入的 你总是要讲话 要沟通的 没借记内容 越来这件事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 甚至所谓的元宇宙时代 会越来越重要 没借就是内容 你用网络上去讲话 和你在面对面讲话 你是去跟这个男性讲话 还是跟女性讲话 你是跟体制内的公务员讲话 还是跟一个普通的一个微商 这么一个弟兄姊妹讲话 这肯定它的重点都是不一样的 这都是需要你在文化当中 有一定的了解和见识 当年宣教士都努力的学习中国文化 竟然今天的中国的很多弟兄姊妹 主动的 骄傲的 粗鲁的 抛弃掉福音的文化 就像王毅牧师 爱讲的一句话说 在福音中残忍的 抛弃了自己的公包 是吧 这是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 所以 总结一下 就像我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我相信这个同学 这类同学你也都有过 他是很反感英文的 他英文考很差 总是学不好 最后他可找到了一个 宏大的一个重点 他说因为我是太爱中国了 我的眼睛总是饱含热泪 我因为太爱国了 太爱汉语了 所以我很讨厌英文 因此我不学 因为我学不好 事实他的中文学的也很差 所以你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在反文化吗 你就是这一位爱国的 反英文的同学吗 所以你反英文的原因是什么 你反文化的原因是什么 自己要先想 想的话 真的你要尊重上帝 尊重事实 你会谦卑下来的 好 好 谢谢郭牧师的这一点回应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OK 我们刚才其实是从一个 历史的角度的梳理 对当代的一个回应 那接下来呢 我想换一个更 稍微更有现代气息一点的 一个话题来问 其实还是把这个主题 再梳理一下 那我最近两三年呢 其实一直在读一些 Tim Keller牧师的一些的文章 和他的一些的讲章 当我去读凯勒的一些文章 或者讲章的时候呢 说实话 我觉得多有让我觉得 很受启发 很欣喜的地方 虽然他不是中国人 我发现 其实也不是我发现 其实很多牧师都给他相当高 对他有赞有 这个赞泰有加的评价 就是凯勒对这个时代呢 有一个相当重大的贡献 就在于说呢 他非常努力的致力于 把那一个古旧的福音 在当代的时代场景 文化场景 和人心的偶像当中呢 他试着用现代人 感兴趣的方式 现代人能听得懂的语言 又传讲了一遍 那我觉得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一件事情 因为他让那个500年前的福音 从500年走过来的时候呢 他不是带着腐朽的气息 而是鲜活的重现在了当代 并且带着相当有 有洞察力的时代的观察 带着相当强烈的时代的关切 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总是关注 此时此刻的心灵 此时此刻的时代的处境 对不对 你不能让你的信仰 关注500年前的人 因为500年前 人家已经关注过了 那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并且呢 在我看来呢 其实王牧也是如此 据我观察呢 牧云兄也是这样做的 其实我自己也在努力的 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那你知道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其实总会收到不同的声音 其实我收到的最多的声音 就是对这个做法的评价 就是偏离了福音的焦点 比如说西式了福音的传证 比如说这是信仰自由化的表现 所以呢 我想我想就这个聊一聊 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就是说 我请郭牧师来聊一聊 就是像凯勒牧师 他们这样 努力的将福音 切入时代 切入文化 切入处境的做法 到底是不是偏离了福音的焦点 稀释了福音的纯正性 或者说是一种自由化的表现 郭牧师可以回应一下 对 首先我要说 偏离了福音焦点的福音运动 偏离了福音焦点的教会 基督徒 牧者神学家 有 有的是 对吧 是 比如说这二十世纪以来的 灵恩运动 灵恩传讲的 还是刚才我说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耶稣的道成肉身 为人受死 称义 复活 荣耀再来 还是这个吗 他的重点明显是在教你 方言速成八 成功神学 行神既得医治 已经将耶稣基督赶出了教会了 这叫偏这个福音标点 后来的另一种 类似的 传销式的传福音 诱人 诱惑人入教式的传福音 只讲天堂 不讲地狱 只讲祝福 不讲你有罪 对吧 满足于乌拉拉 一个大型集会 几百人站在台前 举手 回应了 是吧 马上我就带你 绝志祷告 满足于绝志这件事 情感上的煽动 然后让他 以为他是基督徒 轻乎乎的 医治他的损伤 让他最终的丧亡 这又是一种 这叫偏离了福音的焦点 再有一种呢 所谓白左式的传福音 只讲爱 只讲接纳 不讲你要来去 顺服上帝的命令 守他一切的律例典章 对吧 尽力的使自己能够来 愿意去跟随他 不代价 抛弃了十字架 讲一种温情默默 而且是拿这个大棒 打别人 而不是说自己 我是个罪人 我有理 你不接纳我 你比我的罪更大 出现这种的问题 荒唐了 这些确实是 偏离福音焦点 更不堪的就不用提了 咱们国内的这些 直接已经是 给教会换了个头 是吧 已经把耶稣的元首位置去掉 崇拜另一种的偶像 不信神的人 成为他的偶像 成为他的头 这都不值一提了 谈不上偏离的焦点 他根本就没有焦点 就没有福音这里边 但是凯乐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偏离的焦点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 你只要是读过凯乐 三五本书以上 你就能够注意到 他在他的书里边 总是在讲福音的 对吧 那么现在你看项树 出过几本书 有人戏称为叫 凯乐五书 是吧 那五本 工作的意义 婚姻的意义 还有什么慷慨的正义 什么了 一共有五本书 哪怕你作为一个小小的入门 你在评价凯乐之前 你先看看他 对吗 先看看他 我自己很有时候觉得就不理解 就是今天的很多人 他所批评的对象 实际上他完全不了解 你像我有时候讲一点武侠小说 我这次还真要讲一个系统的一个武侠小说 有人就说 基督徒你搞什么武侠小说 你怎么不务正业 精英的东西那么多刀破 能看吗 那我就只问他一个问题 那你读过没有 他老老实实说 我没读过 我看过电视剧 我看过电视剧 他认为他读过了 这个差异就太大了 你真的了解一下 凯德讲什么 你可能就不会那样讲话 可今天的这个世代 50岁以上的很多人 实在是文革余毒 伤害他不浅 他实际上是一种文革范儿的 他当年如何崇拜毛 如今如何崇拜 当年如何战斗式的打倒资本主义 现在就战斗式的打倒他认为的大独头 还是这个话 可是就你曾经崇拜过的毛主席 还是说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 对不对 你不去研究 因为对方讲了什么 你就先批驳他 这个不合道理 所以我说福音和文化 这是有太多的一个关键点 你这是时代背景 我们是时代被碾压过的 一例微臣 还是说这个曾经时代的受害者 我敢说这60年来 最红 中毒最深的 就是一批是五六十年代的生人的这批人 再者你要注意 就是95年以后 00后到现在 所谓小粉红小战狼这一代 当年的红卫兵 如今的粉卫兵 是洗脑最彻底最严重的 相对而言 我们七八零后这代人 还算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的清新的空气 曾经见过云上的太阳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说明中国的这种征战 咒诅还没有结束 是 所以我觉得郭牧师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那种不诚实的做法 就是说你明明没有读过他的书 你明明不了解 但是我们会给他一个标签 给他一个意识形态的评价 就是说我们会告诉他说 自己说这个就是错的 这个就是不好的 而这种不诚实的做法 本来就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对不对或者盲目的行动 对吧 对在某个角度来讲 连这种 我稍微回应一下 我甚至觉得连这种不诚实的行为 其实都是被某种文化塑造出来的 就是逻辑的不自洽 逻辑的不自洽 就是用在自己是一套 用在别人是一套 而用在自己是一套 用在别人是一套 这个是被某种文化给塑造出来的 他不是说 就是好像自己 此时此刻是对光彩亮丽的 而是被塑造过的样式 被塑造过的样式 就是这个样式 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 健全常识很重要 先了解一点最基本的常识 先了解一点最基本的原始的 知识的资料 然后诚实的去面对它 有的时候多读两本基本的书 翻过这座三眼界就开始不一样了 请注意不是让你更属灵 多读几本书并不会让你更属灵 只是避免你在同一个石头上 反复的跌倒 来回的跌倒 因为反复的跌倒 来回的跌倒 跌久了就会跌瞎眼 对不对 跌久了就会不想爬起来了 对不对 就在那里就一直跌着的状态了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我也特别想郭牧师再聊一聊 就是因为刚才 那凯乐是一个现象 那我觉得王牧更是一个现象 在某个角度来讲 王牧的现象甚至是 更容易引起中国教会 中国信徒 中国牧者的讨论 无论是哪个方面的讨论 郭牧师也可以稍微回应一下 在你的观察 理解和思考当中 王牧的写作 讲道和他的思考 你可以有一点回应 关于信仰与文化 他是怎么处理的 关于王仪牧师 他现在已经是 身陷在牢狱当中 但是江湖上 在教会上 还有很多他的传说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对吧 我自己在13年开始 算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王仪 之前读过他的一些文字 封闻他的一些事情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就是当我见到他之后 和你在网络上 从文字当中 虚拟的一些东西 了解的他 差异实在是太大 你想象中的王仪 是一个 好像屈原那个范儿的人 又高又瘦 满脸的悲哀 锋利无比 头发都是站起来 那个样子 手里拿了把小匕首 恨不得随时挠你一下 给你是这种感觉 因为他的文字 老辣 锋利 飘逸 他像一个剑客一样 那个状态 并且决绝 对吧 对 他是峨眉山的 还是清晨派的 不知道 反正是个四川的剑客 但是你等见到他 你会发现 原来是一个很 像一个很温和的 邻家大哥 这样的一个人 对吧 所以你才会知道 人在讲台上 在公共领域讲的话 他有他的一种使命感 责任感和属性 他就要那样讲话 比如我现在 就视之为 今天的这个 比如这叫直播 就是一个公共的平台 所以我讲话 毫不留情 我会直接讲 有一些人 你问的问题很无知 有些你说的那个话 你礼貌吗 你连基本的一点 这个尊重就没有 还有一些人 你不知道上文下理 你听到了一个词 二十个词 你终于懂了一个 你就开始对我品头论足 你这样的做法 本身就是需要被怜悯的 而我可能讲话 就这么直接 不给你留情面 但是你要在私下生活中 跟我去聊天 既然刚才给我 做一点小的见证 我可以跟你什么都讲 开开玩笑 咱们一起玩 我会玩东西很多 咱们也可以谈文学 咱们去唠圣经 我们可以玩别的任何东西 应该不是个很难沟通的人 这就是我会区分开 在个人的层面 我当然会去体训你 照顾你 怜悯你 尽量的 我从来一般说是 不会去太说一些 过于刺激性的话 锋利性的话 但是在公众的领域 我知道我是有使命的 我就要这样讲话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正因为我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这样的话 你才会认真地 只思考这个信息 本身的内容 所以王一牧师本身 他也是一个公共的人物 对吧 他是一个公共场合里的 一个人物 但是悲哀就在于 很多人就是对他的一些作品 他的一些文字 因为缺乏共同的词库 于是到他的信息 跑到你这个操作系统里 识别为一堆乱码 这堆乱码搞得你死机了 你很痛苦 于是你怪王一 然后呢 就对他有很多的攻击 嘲讽 不理解 可是你说的那个王一 连我也反对 那个跟真实的王一 不是一个人 你虚拟出来的一种 王一范儿的 王一的文字风格 你说的那个东西 根本是 你的误解 比方说王一牧师 曾经我记得 有一次写过一个 是类似于 像耶利米先知说的 意思是中国这片大地 你也有罪了 你要悔改 要不然神的咒诅 别临到你 无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吗 是吧 那么这一个东西呢 对于一个完全不读诗 也不了解先知传统 也不了解什么叫启示文学 也不知道王一是个诗人 这个前提下 他会勃然大怒 王一你个假先知 居然敢自认为是 耶利米转世 你该怎么跟这样的人沟通呢 这是谁的问题呢 对吧 你这是什么 得了什么大病了 对不对 包括你就说 王一说过这个 王一说过那个 王一在写诗的时候 和王一在写讲章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 基本的文学训练 可以区分开 是 当圣经里说 大卫说 我的眼泪 把我的床榻飘起 飘起的时候 你怎么不骂大卫 你明显在是一个伪科学 你流了多少眼泪 你为什么把你的床飘起 一个做假见证的一个坏蛋 结果一看 圣经里这么写的 你傻眼了 所以你真的分得清吗 你有基本的一个常识和训练吧 是不是 对吧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呢 主要的问题是 可能还需要再多来点常识 需要多认识几个字 不然就会乱码 对吧 需要多读几本书 不然的话就没法沟通 没法交流 当没法沟通 没法交流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是别人的错 可能只是因为自己读的书 读的太少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在某个角度来讲 即使读的少 只要稍微谦卑一点的话 只要不误回大卫 就不会误回他 就不会误回凯乐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 其实99.9%的基督徒 是不会误回大卫的 不会用科学定性定量的方式 来分析大卫的那篇诗篇的 但我们却逻辑不一致的 用这种的方式去误会凯乐 误会王牧 那这个其实还是一种不诚实 或者说我也觉得 这也是一种被文化塑造的 一种的现象 因为大卫毕竟是 这个三千年前的人物 对不对 那这个王牧呢 就是当代的人物 更切身利益的赐到我了 对不对 求助来怜悯我们 那我还是想 再接着往下推动一个话题 这个我们希望说 这个尖锐 不要让你太过于反感 其实呢 这个尖锐可以帮助我们 至少把我们里面的 那个黑暗 稍微刺破一点 我想稍微替基要派的弟兄们 问一点 可能在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 看为比较可笑的问题 但我还是想问出来 然后请郭牧师回应一下 通常呢 基要派的弟兄们呢 会这样来理解 福音切入文化的问题 他们通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福音需要切入文化 难道福音不切入文化 就没法让人得救了吗 信耶稣就是上天堂 不信耶稣下地狱 福音的核心是救赎 干嘛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OK 我请郭牧师回应一下这几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问题 好 信主就上天堂 不信就下地狱 那我就跟你讲 那我们共产党人就这么无私 我们为了全人类的解放 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你们基督徒最自私 只关心你自己上不上天堂 我不要你这个信仰 你要怎样回答 我说的这不是我虚拟出来的 这就是在历史上 1924年飞机运动 1950年三次运动 很多的基督徒被冲击掉 就是被这种话冲击掉的 他眼看着这些共产党员 比他更有道德 更有操守 而且我必须说 在当时还真就是个事实 更有理想 基督徒的私生活 真就不如人家共产党员好 那人就告诉你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你上你的天堂 我就下地狱 你要怎样 你传福音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到底 这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在凯勒 爱讲的那种前提 包括范泰尔讲的前提论当中 他如此说 背后的哲学和文化是什么 所以我说 你自己已经深深的 被一种邪恶的中国的文化 甚至于今天世俗的文化 一些个毒素所影响 你已经感染了 你却不自知 我随便挤几个例子 曾经的中国古代的人 还是有一点好处在的 虽然不是全部 比如他还知道说是 众议轻生 遵守诺言 一诺千金 我为了这个誓言守约 我不欺些代价 今天的人反复无常 曾经的人他是说 就来佛教 还是出家人不打狂语 不要讲假话 可是今天的人说谎如同 喝水一般的家常便饭 古时的人还知道 是不去 是为尊者会 是有一点遮盖 今天的人热衷于反权威 给人家贴大字报 觉得你跟他有一个平台 坐在这里 那真是像一个 郭德纲讲的话 什么时候我坐下来 听你说相声 这个相声这一行也就毁 对不对 所以你看现在 这才多长时间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 私聊了给我发信息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私聊的 这种问题 发在公屏上 让大家看一看 对吗 所以这又是一种 明明是权力的崇拜的文化 他不知道人与人 可以平等的相处 而平等的相处 又不是相等的相处 又不是相等的相处 意思就是说 人家现在 曹专道邀请我来在这讲话 那当然拜可都在我这里 没有给你 你有什么奇怪的 你说的什么 我没喜欢的问题 对吗 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是如果为了说话而说话 这就不叫沟通 你是在表达 你不是在沟通 对吗 人家来听我讲话的 如果换一个场合 你在讲你的专业问题 我昨天在写耳中听 一样的 这没有什么可去辩驳的 然而一些很多常识的问题 在今天居然需要 先讲 我今天讲话 没有针对特别的任何人 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大家去反省自我 我不是在标榜 为什么要先这么荣常的一个 序言先说出来 这么说明这就是一个没文化的时代 这就是一个人和人的沟通 越来越费 费劲的一个时代 对吧 沟通成本越来越高 鸡同压奖 风马牛不相及 彼此都不知道 都互让认为对方不知道是个什么患者 你觉得我有什么大病 我觉得你也是怎么回事 都会成为这种情况 这正说明我们现在是需要 至少在基督徒的群体里 建立某种公共话语词库 某种的公共沟通的一种 基本常识和模式 对吧 你要注意你是被哪种文化中的病毒感染了的 赶快去清毒 要不然的话 你自己这么的中毒下去 最终就是变成了跟人没法沟通 因为我们的脑子的回路结构 神经的单元结构都变化 就不是一样的人 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基本上来讲 我们主要是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考模式 已经是这启蒙运动之后 这三百年以来的 每一个敌基督的思潮 抵挡信仰的思潮 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来的码粪 但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是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我们以为自己是原创性的很有智慧 其实是过去这一遍一遍的 那种的洗刷 已经塑造成了那个的样式 而这个最可悲的 就是我们最可悲的是 以为自己能看见 但是其实是瞎眼的 这也是耶稣回应当时的那一个 瞎子的神迹 别人来责问他的那个回应 对不对 那耶稣怎么回应呢 耶稣说呢 如果你们瞎了 你们的罪就怎么样了 你们就OK 就没问题 但是你们说什么 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各位能看见 自以为自己能看见 或者自以为自己知道 自以为自己正确的这种的方式 其实是被某一种罪深深的塑造 深深的磨造的那个方式 那种在罪的里面 被反复蹂躏 反复撕咬的一种的方式 所构成的样式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提醒 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的 说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呢 那我们每次 你知道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 对不对 那这个山东人很有意思 山东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呢 这个不信主的人在一起喝酒 什么状态呢 就是说 没喝之前呢 都还OK的 喝完之后呢 就是说 这个喝之前呢 我是山东的 喝完喝之后呢 山东是我的 对不对 这是不信主的人的一种的文化 那你知道信主的人的一种文化是什么吗 就是去到饭桌上的时候呢 首先是 小弟兄什么也不懂 小弟兄什么也不知道 小弟兄最不配 小弟兄最差劲 就好像说 他一直在说自己 小弟兄什么都不行 才能够彰显出来 他是 他是谦卑的 他是正常的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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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敬虔的 但是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他一直在 如此强烈的 关注自我的话 那凯勒也这样讲 如此强烈的 关注自我的话 其实是一种骄傲 其实是一种 无论你说 他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也好 还是受什么影响也好 其实是不在福音精神当中的 但是他居然以为这是敬虔的表现 这是谦卑的表现 这是爱主的表现 就是他已经被这个文化塑造了 但他不知道 他以一种敌基督的文化思潮 认为自己是敬虔基督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相当 需要被破除的东西 对 我是对郭牧师的这一点 做一点回应 对 我再说一个现象 就过去很多 过去几年 我对这样的言论 我总是心里有一种不适感 为什么有一种不适感呢 就是 我说郭牧师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 传道人也好 弟兄姊妹也好 聚在一起 总是喜欢讲说 中华就是第四等的田了 我们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 我们是末后的宣教大军 我们承担了最后一棒 要把福音传回一路撒冷 我对这类似的话 总是深深的不适应 那我想请郭牧师来稍微 你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你觉得这些话背后 当然我们可以好意的揣测一下 这些被某些好意影响的好东西 影响它的是什么 但是背后有一些坏的东西 就文化当中 或者特别说 中国文化当中某些坏的东西 来促成了这种的言论和这种思考 你觉得主要是被哪些中国文化 塑造了这种的言论 好 这里又难免的提到一点文化的基本的常识了 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地理的形式 是吧 北边是曾经是这种草原沙漠 西边是这种高原 西北又是荒漠 东南是大海 西南横断山脉 你会发现你是被包围起来一个 虽然在大陆上 但是一个隔绝的状态 所以这种隔绝的状态 就使得中国的文化 从古至今就有一种固步自封 唯我独尊的这个气质在的 他不了解外边 有的时候也是没有那客观环境去了解 没法了解 有的时候他也不屑于了解 他就觉得我天朝上国世界第一 对吧 这是一个文化的代入 直到了今天 那些个满天 就是刚刚转发 上帝的国将要来临 人人都要悔改 马上下边就卷 厉害了我的国 这个阅兵的纪录片又上来了 这样的基督徒 就是受了这种毒的影响 第二一点 第二一点 就是 我们最缺乏的一种训练 然而每一个中国人 又认为自己最爱好的一件事 叫历史 每个人说起历史来都能说上两句 对吧 中国也号称有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最 长的一个历史记录 24史 这类东西 但实际上历史 是我们最欠缺的东西 简单的说 旧约新约 是上帝在历史当中 在具体的希伯来希腊文化中 启示给地球上的人类的 启示给基督徒的 它是在那个文化 而不是这个文化中 作为载体出现的 所以 如果你只读过新约 这是我刚才说的 偏离福音焦点的另一种表现 有很多人不知道 各式各样的原因 他最终变成了一个 只读新约的基督徒 他不了解旧约 他不了解旧约 那么他也就更没有兴趣了解 新约之后的教会历史 也就是整个的文化 那种风格 那种要素 那些关键的东西 那种气质 是整个在旧约新约 以及教会历史当中 呈现出来的 这个脉络 你没有过把握 你只了解了四福音书 你甚至只懂得登山宝训 你只接受了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你就开始给人传福音 开始给人讲圣经 于是他缺失的部分怎么办 他就把中华上下五千年 替换了西伯来的五千年 他就把中国的这两个后黑学 刚才我说的造谣文化 大字报文化 反权威文化 以及一些胡说八道 说谎文化 替换了在教会当中 借着西伯来 希腊 罗马 后来的安格鲁萨克逊 对吧 形成的一系列教会的基督徒们的 基本的风格和风俗 和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他忽略掉 又形成了一个奇奇怪怪的 中间那一块倒是对的 但因为一个奇怪的头 一个奇怪的尾 这个不伦不类的程度 还不如一个完全不懂圣经的基督徒 一个外邦人 所以这种的问题就是我说 你对了圣经对历史缺乏了解 对于这种风俗 对于这种传承缺乏了解 他想自己 想象为一个石头坊里 蹦出来的一个基督徒 是吧 没有生之士 没有命之中 我就是单单信正经 他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 我不依赖任何人的警示 不依赖任何教会传统的束缚 而且也不依赖任何 在文化处境当中 曾经人家已经研究过的 应用的案例和方式 我要用我的心来解构一切 重新理解圣经 我要用我的理解来自今天的社会当中 世界当中重新应用一切 婚姻问题 我不管教会历来怎么做 我要这么理解 这种修道的问题 我要重新理解 灵修的传统 我要发明一套 是吧 教育该怎么 我不管 今天世界上啥教育 我就什么教育 他自以为是一个实实物者 实际上是一个随波逐流的 人云亦云的 路易斯讲的无胸之人 无胸之人还有脑 我们连脑都没有了 无胸无脑 就有肚腹 服侍肚腹而已 这就是今天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 确实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 整个中国文化场景当中的一个分析 我忘了是谁曾经说过 其实他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时候 总是会提到儒家也好 或者说中国文化当中的道家也好 或者说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我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看起来是西方的 哲学思潮 就是说从启蒙运动以来 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 这种东西 像郭牧师提到的那种 自我作为最高的权威和表达 相对主义 那种自我作为整个宇宙的老大的 这种东西 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会发现说 其实特别贴合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 就是他明明是启蒙运动之后 推升出来的妖孽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又特别的贴合中国文化的气质呢 那郭牧师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说 这个这两个东西的相似之处在哪里 就中国文化的相似之处 特别贴合那个妖孽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我因为去年讲过一点 关于历史的一个东西 所以的确是有一点的个人的思考 实际上中国的这一个文化 确实有一个很鲜明的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各国各民基本上都有一个史诗的传统 有一个神话的传统 神话的体系 乃至于有一个有神论的崇拜 而中国文明号称是绵延至今 好像很严谨 很一直连续性很好 但是你仔细看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在周朝之前的历史 最多商朝之前的历史 是荒谬不可考的 没有任何的根据 我相信当时也有神话 也有史诗 但是应该是不利于后来的人统治吧 还是怎样 这很早就采取了一种 毁坏或者篡改的这种做法 所以历史最多反倒不可信 然后从这个周公开始就确立了一种是 以德配天 实际上是一种叫做中华田园的人本主义 很早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你的基因里的染色体之一了 甚至是最重要的那个染色体 于是直到后来是沿着这一条路在狂奔 中国人的这种现实主义 这种并不思考生死之事 不思考那超越之事 不思考那形而上学之事的这个传统 真的是孤一有之 这是那个真正的问题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 各种的思潮进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总是能在 每一个历史关头做出那个最坏的选择 选了一个最可怕的一种选项 定化论 是吧 极左 然后呢 一种大一统的一种思想 他每一次都做出了最差的选择 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怪异的 很强大 很恐无有力 但又让人望而生畏的一个弗兰肯斯坦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他的确是跟这些西方近代以来 才开始西方的礼崩乐坏之后 产生的种种妖孽思潮 那真的像那水舞传开头讲的 那洪太尉 洪太尉释放了108天模型 对吧 真是那个妖孽被戳 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 法国大命开始开启了魔盒 把西方搞得礼崩乐坏 这套东西却是中国早就已经 可目已久等待已久的东西 因为中国是一个很早熟的文明 2000年前3000年前就已经早熟 已经该有的东西都有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 你还看到的一些慷慨豪侠 这个东西就很像中世纪 欧洲的那些事 很像这个清教徒时期 美国发生的事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像当时在清朝末年 有一个人叫薛福成吧 他就出席 出访欧美各国的时候 回来就很感叹 他说英国 美国就像我们的商周盛世 俄罗斯像我们的唐朝 而这个什么别的什么日本 像我们的宋朝 而我们是一个老朽 人到了晚年行将就墓的 要丧亡的一个生命体 他就从这个角度理解的 所以或许你从斯宾格的角度来说 就是任何的一种历史 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 都有一个春夏秋冬 可能到了那个文明最黄昏的 那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吧 那些朝气蓬勃的 新兴的那些东西 都好过 我们也好像多少好过一些 可是如今咱们就说 就比如美国 确实某个意义上 你也看得出那个 要由胜转衰的那个趋势来了 虽然他还是在盛年 对吧 就是这么一种含义 所以你说为什么中国文明 在跟他那么契合 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 那种朝气和元气 丧失了最好的一些东西 于是他只能够接受 和拥抱这些很恶性的 很病毒类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可能的 有人认为是一种咒诅 无论他是不是一种 直接的一个咒诅 那至少恩典还暂时 没有临到他的时候 他给我们活化出了一个 人类真的要把一切人类的 糟粕及大成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给出一个活样吗 是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是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福音不切入文化的话呢 几乎可以说 我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 因为我们使用语言 使用文化 使用文字 使用任何一个东西 如果他在一种整体上敌基督 整体上刀破 整体上的那种的糟糕的状态之下 如果不切进去的话 几乎是在讲一个与圣经 很多地方是相为敌的一些的东西 对吧 我想临时再多聊点话题 我特别讨厌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郭牧师会不会讨厌这个东西 就是心灵忌烫 因为我为什么特别讨厌呢 因为我会发现好多的教会内的信徒 在朋友圈也好 在什么公众号也好 总是转发 并且互相点赞 互相转发 互相认可 然后互相陪连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激动的眼泪哗哗的 但是就看不出来 他是彻底敌基督的 我读几个心灵忌烫的话 你们听一听 你们觉得他怎么样 这个比如说一切从自己出发 努力做最美的自己 比如说不要等别人来爱你 你要学会自己爱自己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做最真实的自己 为自己而活 别人怎么想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 幸福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与别的无关 你要每天对着镜子大喊 我是最棒的 我是最优秀的 不要为你的人生设限 你的未来在你的手中 你来给自己定目标 你来给自己打分 你来完成这些目标 各位 这个话有没有说到你们的心坎里 没有啊 没有就好 我知道这些话 很多时候说到了很多基督徒的心坎里 甚至他以为这是福音的内容 你知道吗 最可怕的一点 甚至他以为这是福音的内容 这是好消息 这是基督教信仰 你知道这些话呢 在以前呢 我觉得如果在三十年前 或者说在三百年前 整个世界的图景之下 说这些话的人叫神经病 对不对 但是现在说这些话的人叫大师 所以呢 我想请郭牧师来回应这一点 你怎么看待心灵鸡汤 你觉得当代我们 我觉得心灵鸡汤是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如何回应它 因为它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教会了 我能说的很简短 就是满足于被读者文摘 和N.365牧养的基督徒 那是中了化骨绵掌 那可不是有了什么文化 沉浸在这种所谓的文化自嗨 自我地归式的满足 和一种把自己的脑子抽空 于是觉得自己就更新了 觉得自己的质地上了一个层次了 你这个跟法轮功说的 它往高层次带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的新病毒 比奥米克戎的传染力更大 事实上你中了这个毒也可能不自知 是 这样的信徒很难没养 就这个意思 OK 好 我们继续谈这个话题 我们前面谈了历史的维度 谈完历史的维度 我们又谈了这个时代处境的维度 无论是心灵鸡汤 无论是这个时代处境 对文化使命 对福音切入文化的不同的思考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个神学的维度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也很重要 然后过去二三十年中 二三十年以来呢 其实中国教会 其实受改革宗的神学的影响 还是非常巨大的 改革宗神学在这二三十年代 中国教会待陪了一代的传道人 那我们也确实在理性的层面上呢 快速地接受了那些宝贵的真理 那但是呢 在我看来呢 这二三十年间呢 其实中国教会对神学的第一印象 几乎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 系统神学式的了解 就是说我们 我们几乎胡伦吞倒的 接受了一套正确的教义 但是在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应用当中 几乎是意识形态的灌输 那意思是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提到改革宗神学 甚至我稍微 稍微这个说一点难听的 甚至我觉得 许多改革宗教会的传道人 提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 几乎指的是狭义的教义神学 就是系统神学 甚至对医生来讲 可能就是指预定论 或者是加尔文救恩神学的五要义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其实越来越习惯于一种系统神学式的方式 带学习神学 理解神学和应用神学 或者说我们带用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 理性主义的方式 或者说是那种基要主义的方式 带学习神学 理解神学和应用神学 换成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讲 我觉得就叫傻大黑粗 简单粗暴 这个直男癌 钢铁直男癌 那我觉得这种的状况 其实会让我们整个对信仰的思考 对信仰的应用变得非常的肤浅 你跟他谈任何事情 他同来都是跟你从三位一体开始谈起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好像是一个真空状下的人 在谈 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讨厌 好 那么 我的问题是 我想请郭牧师回应一下这个状况 我一直都觉得 这两年我有一点思考 我一直都觉得这种状态 这种意识形态式的 基要主义式的方式 学习神学 理解神学 应用神学 我觉得跟他的文化的理解有关系 或者说跟他被某一种的文化塑造有关系 那我想请郭牧师来聊一聊 回应一下 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会塑造出这样的神学素养 我觉得这一个梳理清楚很重要 不然的话 我们总是这个状态的话 会很难掌握 昨天和我妻子谈论到一个教育的话题 那么我跟他讲了一点的思考 就是犹太人从小呢 男孩都是要到了一定的年纪 比如12岁 要做受教为律法之子 保罗就在加玛利的门下受教 对不对 学什么呢 律法嘛 也包括一些别的东西 就是今天所谓的像文法学校 我相信他的希腊文什么 也可能是那个时候学的 同时 我们也都知道保罗是不是支帐篷 对不对 也就是每个犹太的男人 男孩也是还得有一门手艺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同时的接受两种教育 一种是在 好像坐而论道 是吧 诗书礼乐 赞美诗 诗篇 摩西的书 还有这种各种的立位级的礼 对不对 知书礼乐 另外一方面是支帐篷 具体的一个手工艺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实际上教育 本来就特指前者 后者的支帐篷 这叫学一门手艺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的 学一门手艺 教育指的就是那一种 无论是希伯来版本 还是中国版本的诗书礼乐 是人文的东西 是一种 我们称之为 你要读过一点 有点教育 你知道我也讲了这颗课 三亿和四亿加起来 叫七亿 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叫收教育 而后来的人就开始变成了 往往分不清这件事 然后到了法国大革命 刚才我说 西方礼崩越坏之后 科技主义兴起了 科学兴起了 法国大革命又影响到了 苏联的大革命 苏联的革命 影响到了中国的革命 是不是 所以中国就一下子 抛弃掉了这些 从古到今的 无论是西方 那是东方的诗书礼乐成统 转而拥抱那种苏联 给我们一手打造的 大学院校设置 然后整个的叫科技新国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成为这个路子 然而数理化这些事 除去数学 物理化学 也就是为了培养自己 成为一工程师 或者成为今天的一个程序员 或者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 理工方面的这种 人才 这一种的做法 成为了这个国家 这几十年兴起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而完全的淡漠掉了 比如从来不开逻辑学 国学这些东西 基本拿掉 诗书礼乐 诗歌 这更是谈不上的 音乐 除非哪家是有琴同 自己天天练钢琴 剩下的立国的 就是数理化 于是 今天的这个国家的人 都是受过培训的 但没有受过教育 都有一门手艺 但没有受过教育 都是只会支帐篷 但可不会讲道 不会希腊文 你是不会支帐篷 你是只会支帐篷的保罗 对吧 你是跟李白来相比 李白有三个特点 喜欢喝酒 喜欢打架 喜欢写诗 你除了写诗 其他跟李白都挺像 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 受了强烈的这种理工科 手艺培训 实际上没有比这个山东的 蓝墙技巧 挖掘机专业 就高明到哪里去 挖掘机和汽车的区别 也没有那么大 你是一个IT工程师 你和工地上搬砖的工人的 区别不大 这个也叫马农 那个也叫农民 一回事 那个不需要上大学去学 三个月拍森培训班 可以把你弄得滤滤滑滑 你就可以上手 到程序员的公司 就可以做这个事 可为什么你要花大学的时间 学这个 那是一门手艺 而这个东西让你误会为 你受过教育 于是他在严重缺乏人文素养 就是我说的 逻辑学没学过吧 从来到来没听过这个 对不对 然后你不懂诗歌吧 不懂音乐吧 没有礼吧 师叔礼乐你没有 无论是圣经版本的 基督教传统的师叔礼乐 还是中国传统的师叔礼乐 书相门禁 你都没有 于是他是一种非常理性的 很工业党 很这种像你说的什么钢铁直男 就是我自己爱形容为 就是形成了一批这样的人 这个时代塑造的一批这样的人 他在今天的形象就是 留个小平头 戴个黑边眼镜 穿个格子衬衫 背个双肩盔的胯包 穿个牛点裤 一个旅游鞋 程序员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加个笔记本 乐呵呵 脏兮兮 有受恐症 跟女生不会说话 对吧 房间邋邋遢 除了外卖 饭不会做 学习成绩是不赖的 但是完全是一个 自闭性质的 没法沟通跟人 这样的一个人 他突然接触了系统神学 他把它当一个代码 和操作手册去用了 他没有了解历史神学 没有了解圣经神学 作为文学 文体的圣经的经文 是讲什么 他也理解不了 他从小受的就是这个 编程的训练 是算题的训练 是娴熟的小镇做题家 凭着自己的能力 一路的通过高考 攀升到了干部序列里 然后他现在信主了 他接触到了Tulip了 于是我小时候记得看过一电影 阿兰德龙 华国影响主演的叫佐罗 续集叫黑玉金香 就是这样的理工 强烈的理工风格 苏联洒大黑猪文化 影响下的 被人家用这个 拖拉机格式化过的大脑 接受了系统神学先进来 往往起到了一个 弊大于力的作用 我没有说 加尔文有错 我没有说Tulip是错的 我是说是你把这个 美丽的橙色的玉金香 搞成了黑玉金香 甚至是黑毒玫瑰 还专门拿着刺别人 对吧 这个不是加尔文的问题 恰恰是今天这个没有文化 没有了基本训练的 加尔文是什么人 人家是懂逻辑学 修字学的教授 人家那个要义是怎么写的 对吧 一个法国人拿拉丁文写的 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训练 你怎么能理解 他到底在说什么 你又不了解加尔文 整个在斯特拉斯堡寺内 把牧养教会的经历 他的方方面面 他的家庭 他遇到的一些事情 把你想象成的一种面色 苍白冷酷无情的 某一种新教暴君的形象 你按照他身上 然后拿这个来 你来假扮他 以为你不开玩笑 你就是加尔文了 所以呢 是在这种误会之下 我自己也被这黑毒金香刺伤过 后来感谢上帝 接受到真正的毒金香之后 我很叹识 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很有关系啊 你闷心自问 你从小到大除了教材 你读过小说没有 读过历史没有 你有没有写过诗 你现在让你唱个歌 你跑不好掉 你是不是一个有诗性 有乐教这样的一个 你是不是一个体魄强健 很爱好体育运动 愿意像一个正常人 去生活的人 身心灵是全面发展的 是操练进身体 艺术还小 操练进前是最好的 可问题 你光操练进前了 你没操练身体 你那个身体机能紊乱了 以至于你产生幻觉 你对神学的解释 是很魔幻的 不是很属灵的 对吧 所以我说今天的 咱们这个主题 还挺有意义的 文化到底说的是什么 我相信你今天 如果从头听到尾 听到现在 你应该大概是懂了 你可千万别断章取义 以为我现在让你 别学数理化 就去学拉丁文 好 我就先说到这 好 谢谢 对 我觉得刚才我们聊的 这个话题 几乎可以得罪中国 90%的传道人 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对这一点 特别是这两三年的 我感触还是蛮深的 因为这弟兄都是好弟兄 看起来都很正直 看起来也都是 每一次都会把一个正统 甩给自己 把一个这个自由化 甩给别人 只要你写点诗的方式 或者说你读点小说的方式 讲到引用了这个电影 或者引用了小说 他就觉得你不正统了 他就觉得你这个偏离了 福音的焦点 他觉得只能是用一种 逻辑推导的方式 讲系统神学的方式 那个才叫讲道 那个才叫坚持圣经真理 所以呢 你会发现 我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一个东西如果不改 其实我们就把那一个真理的 那个活泼 那个丰满 稀释成一串代码 简化为一串代码 一旦简化为一串代码的时候 明明是因为我们讲道 讲得太 太枯干 别人睡觉 我们会说 他心理高硬 不悔改 为什么不能用个故事呢 为什么不能用个诗歌呢 为什么不能用一个 这个精彩绝伦的 那个比喻呢 因为不会用 对不对 求助来帮助我们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当然刚才郭文师 已经提到了一点 这个说 对这种方式 应该读点拿点书 读点哪些东西 但是我还是想请郭文师 你能不能稍微系统的 来说几个建议 就说为了避免这种状态 不是避免了 为了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 你通常会给他们几个建议 读哪些书 或者说做哪些操练 做哪些落地的东西 可以稍微帮助我们 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 可以说一点 好 长老会的大毛病 就是只喜欢系统神学 新兴会的大毛病 就是只喜欢应用 喜欢读小册子 超过30页就要放弃 长老会低于300页 就认为不是书 不能读 都是毛病 所以 当然还得从阅读做起 从读书做起 但是读什么书 看你缺什么 对吧 你是脑溢血患者 你又专门吃开栓的药 你不就是躲死 你明明脑血栓 你再来个 促进血液凝固的药 那你又要死了 对吧 所以要对证 但是我觉得普世的 我相信对每个基督徒 都必须了解 我刚才已经说了 历史 历史和历史 历史 你先 即便不说中国历史 英格兰历史 希腊历史 你是不是先把教会历史 读一读吧 对吗 是不是先读一读 教会历史 西方教会史 然后中国教会史 所以我为什么 如此的推崇 咱们那位姊妹 她写的这本 叫《亲爱的哈囊》 这部书信体的 历史性的 教会的这种小说 这个把文学和中国 近代教会史 真的很好地 串联在一起 而且里边的很多 大事件 义和团 六俄战争 是吧 这种抗日 然后满洲国 来的三次运动 什么三反五反 都给你串联在其中 这是多么伟大 和好的一种尝试 如果这书出版了 我都觉得 你每个人都应该读一下 东北的更应该读 因为东北教会的历史 对吧 所以你先读读历史 历史那就很多了 是不是 学来有教会史 什么刚才雷斯有教会史 很多种的教会史 你多少得读过几种 然后你了解一下 基督教是怎么从2000年前的一个以色列 发展到了今天 你在中国当时信主了 之间经历过什么 你了解一下这件事情 让你有点历史感 然后如果你还有余地 那你就多读一读中国的历史 还有余地 就是西方的历史 就这样了 是 所以读历史 至少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的盲目 对不对 是 对 我想稍微 稍微多加一点 其实我还是推荐所有的传道人读一点诗歌 如果不读诗歌的话 几乎读不懂智慧文学和先知书 几乎是读不懂的 即使以为自己读懂了 其实用系统神学的码农的方式再给他码了一遍而已 但是其中的所有的美感几乎荡然无存 对 读点历史 读点诗歌 但是你知道历史诗歌文学的这些哲学 包括哲学这些东西呢 在今天的教育体系下几乎被视为贤书 对不对 就是没用的书 什么叫没用的书 就是不能立刻赚钱的书 但是其实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读那些不能立刻赚钱的书 教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读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书 因为这一点其实帮助我们至少有一点基本的常识 去获得这个知识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OK 刚才我们俩都提到了启蒙运动 我觉得启蒙运动是很有意思 它几乎 我给它一句评价 我觉得它是这三百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妖孽 几乎所有的敌基督的思潮 所有的这一个于信仰抵挡的一些的文化 几乎全都是它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东西 所以 但是呢 今天我们很难或者说很难系统的去回应它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的话 我觉得今天的世代东方有小粉红 西方有白左对不对 东方有这个心灵鸡汤鸡汤洗脑 西方有鸡血上头对不对 那教会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 需要同时面对这两个强盗的这个前后夹击 那如果我们要面对这两个强盗的前后夹击的时候呢 我们势必要去要去回应它 因为你不回应它的话呢 其实就是被它来回应 或者被它来塑造 被它来影响 对不对 那我会觉得呢 回应是一种的方式 但是呢 过去对中国教会而言呢 今天中国教会的主流其实是一种不回应的方式 就是埋头做鸵鸟的方式 就是基要主义式的那种的立场的方式 那这一个的东西 它会显得自己很属灵 很敬虔 很纯正 但是呢 却不得不面对一个 好像我们无力去把福音阐述清楚 无力去把福音应用到人的生命当中去 那么就这一点而言 郭牧师你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哪些方面的 预备和装备来去面对这个问题 特别是传道人和这个教会领袖 这个我们必须是量化的和个别的来讲 总体上来说福音和文化的态度 我说得很清楚了 但我也必须承认 就如同不是每个人都学的会希腊文 不是每个基督徒使徒都能成为保罗 保罗只有一个 剩下十二使徒都不是保罗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我想能表达的就是 你不搞文化 甚至也没什么文化 这不是罪 没有福音才是罪 没文化可不是罪 我更喜欢跟没文化的人 没读过书的弟兄姊妹沟通 我真的很讨厌跟知识分子沟通 说实话 相对而言 该沟通沟通 但是你要问我更喜欢怎么说话 我更喜欢跟没上过学的人 就这个意思 因为他很真实 他很真诚 他很接地气 我这书读太多了 经常就是不接地气 那你就缺地气 咱们就弄到地气 对吧 所以如果你暂时没有这种预备 也做不了太多的这个东西 至少能做到的是 别互相伤害 不攻击 岂能都是眼 岂能都是嘴 岂能都是口 岂能都是手 岂能都是笔 岂能都是刀 对吗 他有这个使命 他是一个学者 他去读书 你赞赏他呀 你的书我读不懂 但是我真的很支持你去做 行动力很强的地方 你做你的事 你去为主奔跑 你去 你很有热情感染力 街头拉住一个人 就要讲福音 真的也得着了不少的人 我也为你感动 大胆地去做 每个人就是 见上自己的恩赐就好了 对不对 只要不要互相攻击 不要互相伤害 这就是没问题的 有文化没文化 真还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只是别要互相的攻击 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 我们是他的门徒来 这个见证比什么都强 然后如果你的自己的教会 和你的个人 你需要来就像孔子所说的 你就是穷则是独善其神 达则兼济天下 你现在的问题是自保 你自己的教会要亡了 你保不住了 你现在保住他 门徒培训 该怎样的去传福音 建立你的家庭 建立你教会的制度体系 按立场值 你去做这个事 如果你有一定的余力 上帝是多给了你一点点 那你可不要把这银子 埋藏在地里 你可以更多的在教育 在文化 在福音 在各种的宣讲 在一些公共的 私有的 公有的场合 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 去影响了他人 于是呢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基督教内部都不能 做到这种平均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 所以我说的就是 你要来思考的是 你自己那个恩赐 到底是什么 不可能你每个人 都成为我 我也没法成为你 对吗 我知道上帝怎么呼召我 我可不知道 他怎么呼召你 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能说的就是 自己要来 省察自己的处境 立场 来决定自己的方向 好 谢谢郭牧师 对 我们的时间 已经过得非常的快了 但是呢 我还是想 留15分钟给 开放给大家 因为我知道呢 其实我们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房间 只有500个号 所以我们后来的人 没有办法进来了 但是呢 据我了解呢 有好几间教会 是坐在一起听的 我还是想把一些问题 开放给大家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会 如果 在这个 几个 中号房间里面的人呢 你可以问问题 如果你可以 这个解除静音 在现场用你的声音 问问题 更好 如果你没有办法 用声音问问题 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 打到 那个对话框里来 好不好 OK 好 对谁发言 请举手 在那个屏幕上来举手 我会请 技术同工帮忙 我们 他会解 解除静音 对 对 对 郭牧师也可以解除静音 对 是 OK 我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大家 这配音 你能不能 把那个电脑给我 因为我这里也需要 看到那个问题 已经登不上了 对 我自己先发一个信息 到公屏上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有人问的一个 说摇滚乐是一种文化 但逐内有个观点 摇滚乐是拜扎蛋的 大陆有一支摇滚乐队 摇滚乐的方式唱福音歌曲 在音乐节上带领外人大合唱 这个 OK 有举手的定位就帮助他解除静音 怎么看摇滚乐 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首歌是不是 打住了 荣耀的君王被钉在施迦 是不是这个 我都会唱 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我的朋友 是不是海归 对吧 所以 首先这种问题 我也不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因为他先下了一个定义 摇滚乐是拜扎蛋的 然后呢 这是一支摇滚乐队 你的意思是这个拜扎蛋的 在唱福音歌曲吗 我觉得这个定义本身就有点问题 你是不是要了解点 这个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 这个rock'n'roll是怎么兴起的 可以叫中文翻译成摇滚乐 在西方是什么情况 他指的是什么 到了中国他又是什么 那是一种载体 还是说那是一种特质 还是他真的有一种 宗教性质 对吧 这个要把它去弄 弄清楚 时间所欠 我不能给你展开讲 我只能说 或许起初搞摇滚乐的 都不是什么好人 齐皮士雅皮士 就如同今天唱rap的 这些说唱歌 给人的观感 好像就除了黑帮 就是吸毒的 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并不是说 绝对的这种rap 这种说唱的形式 是完全不能被用在跟信仰有关的 这是两个话题 一定要做好这种区分 所以这个是我先回答的这一个问题 剩下的问题 我个人非常期望 咱们传道人可以 是有举手的 我请你开麦 开你的摄像头来说 当面来提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 我会发现 多数人是不擅长用文字 表达你的想法的 很容易造成的误解和误会 更多 所以如果可能 请你开摄像头 开麦 口述你的问题 也让大家看到你 请大家自己把 有问题的 自己把麦克风和你的视频打开 然后来问 好吧 我问一个非常个人性的问题 我结婚前都没有性 那么 那个时候的婚姻是什么配合的吗 是 OK 大家完毕 对 是 下一位 要问问题的 举手问问题的 请打开你的音频和视频 郭牧师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前面像古典教育都推荐了很多的书单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些这个历史类的书单 或者说文化类的书单给到我们呢 可以 但是在这儿没法念吧 因为这个书单是在以前我的一些课程当中 在一些讲座当中都提到过 有机会我可以整理一下 发在平台上 是的 我觉得有一些明确的 你讲的那个几个什么 理学什么 我也说不出来 还有现在咱们人文学院的本科的招生简章 你去如果能拿到 你去看上面有推荐的参考书目 这是来上学的一个最低的 最低的一个要求 对高中生的要求 所以我相信对普通弟兄姊妹来说也够用了 有一份书单 你们稍等 你先去问问题 我找一下 我看能不能把它发在对话框里 大家先想想别的问题 我也登不上去 不用解除 他自己能解除 我把它发到咱们这个公屏里边 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 可能格式有点乱 自己整理一下吧 这只是人文类的 我没有发这个教义类的 和哲学类神学类的 这仅仅是人文类的 你要没读过这些首先先读一读吧 好还有问题吗 下一个 是这样吗 能听见不 ok 能听见的 我问一下 关于基督教中国话这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 中国文化的东西 咱们可以说传福音也好 或者讲道也好 怎么来应用 或者是怎么来适应 就像国家提倡 基督教中国话这方面的事 怎么来适应 我们特别是我们传道人 怎么去把我们可以说圣经的文化 能用中国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来解释 更好一些了 您是在什么样教会服事的 我是三字教会 听得出 基督教中国话和中国基督教话是两个概念 首先基督教中国话本身就是个伟概念 我的回答就到这 好下一个问题 我想说一下就是 或者是基督教中国话 因为这个概念好像我们也不是太清楚 所以基督教中国话或者是中国基督话 怎么来话 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三字是一个什么体系 再来想基督教中国话是什么意思 应该看得出的 这个不难 或者我相信你其实知道 我只是不太明白 或者是三字也好 或者怎样也好 你先看一下这里边跟教会史有关的东西 先看看三字运动是怎么来的 三字教会的性质是什么 他在1950年做的一些什么事情 直到今天还在做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不难了解的事情 先了解他 再说其他的 下一个问题 郭老师你好 我叫冲伦啊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那第一个呢就是三话意向当中 其实是提到了文化基督化这个方向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文化基督化的 我们的策略会您怎样来思考 是会有什么样的策略来进行这个文化基督化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艺术的角度 比如说像这个美术啊 书法啊 从这个艺术的这个角度怎么样来走 这个古典教育的这个路线呢 这个方向能不能促进中国的这个文化基督化 好的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老师 策略刚才已经说了 取决于你是什么人 你的家庭 你的教会是什么状况 你的教会完全是律师组成的 你现在突然要搞美术 这个可能不现实 你的教会完全是这种 比如城市打工人群组成的 你现在要强推古典教育 也会有难度 所以我说的是跟你自己的恩赐 非常的相关 你在你所擅长 神所使用了解的文化领域 能对基督的 能对这个文化的基督化 有什么样的贡献 你可以去做一点尝试 也跟主内去沟通 至于你说美术啦 这些东西的古典教育 怎样 那很好的一个方向 也许以后很多的 我们的这些孩子们 都会以一种外表看起来 是艺术生的角度 去走这个学术的道路 所以这个值得去进一步的研究 好 下一个问题 我刚才 我一个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就中国 我们基督教 我们所 应该讲 处境化可有 但是文化 我们讲基督化 讲中国基督化 那这样的话 对中国文化的话 是 就是一个批判的态度 还是先接纳 在批判的 这样的态度 另外一个 关于提摩泰凯乐 因为我原先 从好像国内改革中教会 介绍提摩泰凯乐书籍 或者说推动这个运动 包括王瑜伦 以前去过 开过会 家庭教会一些牧师 开过会 可能提摩泰凯乐 对国内 教会方式很难战 但是最近呢 因为我也看到 有些华人的 对白美的牧师 或者说床大人 或者说普通平行指导 对这种 对美国的这种 政治的着转 或者这种形式 就是觉得好像 凯乐牧师 好像是 好像是就是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好像或者他有点 偏向于自由派 就是有没有 刚才你们也提到 但是没有具体的讲 然后我这正好 有个姐妹发过 这样的文字 她说对凯乐怎么看 她也买了那个 婚姻的意义 大家就推荐了这个书 那我说这个书 应该没有支持 同性恋 因为我没有看这个书 那我说凯乐牧师 就是说 他对文化的观点 他是不是说 过去抢求爱了 然后就是说 这种保守主义 这种对美国 这种或者说 好像他祝福一位 成讯面的什么 或者当了什么校长 哈佛校长 实在是校长 具体我忘了 反正好像他对文化 是比较去适应 就是说好像缺少一种 保守的这种 批判的 或者说 或者说简单来说 比如说 我们说大学人 就选民主党了 就是好像 就适应文化 那这个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基督教中国文化 是批判接纳 这个怎么看 还有一个就是说 凯乐牧师的贡献 我觉得对国内教会 肯定是帮助蛮大的 大家对他印象也挺好的 但是从以前 以前的时候呢 我哥给我看一篇 临时性牧师的文章 他好像对凯乐用的一些词 他比较 比如说 一字千金的上帝 就是说 他好像觉得 不怎么正统 觉得他的用些词 可能都比较新的 比较文化性的 可能不怎么 不怎么正统改革中 然后呢 又现在呢 因为这个美国 这个政治方面 这些事情 好像凯乐牧师的教会 或者凯乐牧师本人 他是比较同情左派的 是不是这样 你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文化 就是 比较中国文化 是什么 太短批判接纳 一个就是说 凯乐牧师好像 最新的一些 一句话 总结你的问题是什么 只有批判和接纳 两条路可选吗 这种二分思维 是怎么来的呢 我可以简单的回应你 就是批判的接纳 接纳的批判 用一句话来表达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关于凯乐的问题是什么 凯乐的问题呢 就是说凯乐是不是好像偏向你自由派或者左派了 他的公义 我认为不是 可以了 你认为是就是 我认为不是 到底是不是问凯乐 将来问上帝 对吧 对 这种问题显然的 你在征询个人意见 我又不是凯乐的牧者 是吧 我怎么替他来回答 他是什么人 你问我 我是什么人 我可以回答 对吧 是属于改革中教会也应该是属于保守派吧 应该是这样 什么叫应该属于 因为你定义的保守派和我说的保守派也未必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你说的林慈信说的那些文章我都了解 说他什么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我都清楚 我不认同这个判断 如此而已 嗯 啊 我们对 财流还是就是 是那个认可的 我没有说认可 你不认可 你可以不认可 认可耶稣就好 对吧 我认可我也不强求你认可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他只是个人 他的东西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一至千金 那叫挥霍的上帝 是那么写的 原文就那么写的 原文就是这样的 挥霍的 你扣这种字眼是 我不知道是林慈信 牧师真有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不清楚 然后凯乐牧师 他是牧师 他不是圣人 他不是圣徒 他不是使徒 他更不是耶稣 他讲福音的时候 信息可不可以听 以及他的探讨 他对一些社会议题的时候 你非得跟他一样吗 甚至他自己如果出了一点什么状况 他的道教废掉了吗 人还做不到这个基本的东西吗 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对逻辑学 对于一些基本的常识 要缺乏训练 就是这个因素 我可以告诉你 加尔文 你觉得有问题吗 加尔文的话 他的女儿曾经就是婚内出轨 他在这个教会公开的做这种 串承的时候 加尔文羞愧 是吧 就在他临去世前一两年的发生的这种事情 你会因为这件事情说 加尔文所有他谈论的这个教义 谈论的东西都不能看了吗 人就是人 人就是人 不要把人当神 对吧 凯乐牧师即便我们很推重他 包括王毅牧师 没有人说过他是神 他被偶像化 被妖魔化 非得你给我做个二选 你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他不是天使 也不是魔鬼 他是个人 这个问题这么难理解吗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到此为止吧 你占用太多时间了 下一个问题 好 我们再给 我们再给一个人有机会来问问题 我请马可来问问题 哦 抱歉 好 好 马可可以来问 好 我想问的是这个 犹太人的这个 拉比文化 可不可以用在中国 就是说 他们那种会堂呀 就是拉比文化 就是万民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吗 就说的意思是这种拉比文化 可不可以请老师 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读过这个山东大学的张平 这位老师 可能也是弟兄 他翻译的两卷的塔木德 那个不叫塔木德 密士纳 就是这种拉比文化的一个 算是极大成者 他们的律法的一些解释 我很尊重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那也无非是跟中国古代的这种书院啦 这种夫子啦 孔子大门徒的一个传统 没有太本质的区别 因此我们今天所委身的不是一个宗派 更不是一个老师 是教会 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 这是上帝在历史的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一种 与外邦的那种学员 学派 是吧 组织架构 宗教 是什么寺院 全然不同 一种新型的 也是亘古就有的一种组织形式 所以这种拉比文化要不要在中国推 我觉得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中国缺乏的是真正和神心意的教会 这就是我的回答 好 感谢主 我们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我们已经超时了 所以呢 感谢主 再一次感谢郭牧师 我们今天晚上聊的这个话题 我相信其实弟兄姊妹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但是呢 接下来你们可以去关注郭牧师的公众的微信号 你们也可以在上面搜一些的文章 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他曾经的一篇访谈的文章 大概是谈福音与文化的一篇文章 我呼绝天风吹海利 那篇文章 对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 OK 最后我请郭牧师为我们的今天晚上的对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 主 我们感谢你以上时间的带领 我们也感谢你 也求你亲自的预备人心 使得我们的言语或者锋利 但是我们的心是被扎醒 而不是被刺伤 我们的话语获取沉重 求你使我们是感受到的责任 而不是压力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无论自己是有怎样的出身 怎样的背景 怎样的教育水平 怎样的所处环境 都求你能够使我们以荣耀耶稣为念 以彼此相爱为念 我们现在的中国教会最缺乏的是这鲜明的大是大非立场 是这种是不是以耶稣为头这样的教会观的一个是非生死之争 又是在教会的家庭教会的内部又有许多的彼此攻击彼此的伤害 主啊 我们知道这是真正让圣灵担忧的地方 而这些彼此攻击的原因之一 就是所谓文化使命议题 主啊 求你让这些愿意做文化使命和反对文化使命 以及不知道什么叫文化使命的基督徒 都可以在那基要的真理上合一 在那次要的事情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但不至于去互相攻击 愿你将那样真正相爱的心赐给我们 使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 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和寒冷的时刻 中国的家庭教会可以更加的愿意专注在 使自己的活种保留下去 也使那周围的未得知民可以听到那真正的基要的福音 主啊 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以各样的方式来去为你做见证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大家可以彼此问安 我们今天晚上就结束